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一盘精彩对局 对局的双方是陆伟涛特技大士迎战赵伟 也是两位比较年轻的棋手 对 应该说经济联队和上海队都是老牌强队了 老牌精力 都多次获得过向甲联赛的冠军 对的 对的 那么今年的向甲联赛应该说两个队也都是在为季后赛的门票 而就是说奋力去争夺 那么这两个队直接的交锋也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最后季后赛晋级的走势 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直北京队在中游678的左右晃游5678 也没有说特别超出去的那样子 但是后面也有追兵在追赶 对 像今年的向甲联赛 第一集团应该是以四川队为首 一直都是积分领先 以不败的战绩领先 对的 然后我们杭州环境集团 广东碧果园和内蒙古一泰 应该说是第二集团 排在第二集团 应该说季后赛的协位相对比较稳妥 说实话这四个队的实力真的是很强 而且有照片买马很多外援的加盟 对 除此以外老牌强队 上海境外滩 北京 就经济联队 就经济联队 还有这个河南天伦 天伦 还有浙江队 应该说都也是对这个前六名的协位呢 虎视眈眈 对 都有相当的这个竞争力 对 那么这一盘棋呢 是经济联队和上海队第二场交锋的 最后一盘棋 对的 前面三盘棋呢应该是打成了平手 平手 也是很关键的 对 天一千六的棋都比较关键啊 都是那个胜负决胜的那一场啊 对 那正好呢也是在关键的时刻呢 对局双方呢也都不甘于平淡 然后去积极的去纠缠 对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看到棋手这种积极的精神啊 对 不是说我在那拿个先手 我就要保住先保住 对 现在好像好多了 还是想 有所做的 又是快棋嘛 对 而且 这两名棋手呢相对来说呢 也是风格 比较 下棋风格比较积极吧 比较积极 尤其陆一涛还是比较善于拼杀 这么一个选手 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赛制呢 先下完一盘 然后一盘一盘地下 不是原来的老赛制四盘 四个人一块下 这样看不见 不知道别人的状况 这样呢别人的结果都出来了 然后你再去看着这个情况下 可能更刺激一点 对 第四个上场确实还是背负着相当大的压力 对 尤其是 你的胜负就要影响团队最后的这个成绩 尤其是前面都平了的情况下 压力更大 对 对 是 那 那 鲁瑞涛呢 以负工炮开局 应该说是他近期呢 采用比较多的走法 那除此以外呢 其实现在的很多高手呢 也逐渐开始采用负工炮 比如说像郑维彤 孟辰 前一段时间呢 也都比较多的运用负工炮 我觉得还是求变性的下法吧 对 一开熟路 对 因为从以往的这个布局来看呢 还是中炮挺冰和飞向 这三种应该说是主流的开局 主流开局 那么既然是主流呢 职业骑手肯定也是比较多的去研究这几种套路 是 那相对来说 他留给骑手发挥的空间呢 也是会逐渐的缩小 是 那负工炮呢 相对来说 近年来出现的比较少 比较少 天一你还记得小时候 有没有这个专门的下负工炮的开局的比赛 我记得印象有 还有专门的必须下顺炮的比赛 对 也有出现过 好像老一辈 我觉得五十年代左右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专门的 挺吸引其迷的眼光的 对 而且工炮其实 这些年的演变来说呢 黑方的硬法也是逐渐的多样化 对 以往呢 我们来看 应对工炮更多的还是走中炮 对 这是我们其迷朋友更喜欢的 对 然后普及一下 四拘 对 一般是横拘 当然现在也有走马二进三的走法 跳马之后呢 红方居久兵四 公兵 红方也可能会先不适 不适 或者兵器进一 都有 当然这大一意思有一点雷同 将来主要的发展方向就是 黑方跳马之后冲冬足 对红方 再给大家摆两遍 对红方这个中路进行威胁 有可能冲足或者居四进五 这个次序 对 走什么都有 先走哪个都有 对 有没有先掌横拘的 先掌横拘相对感觉动作要慢一点 为啥 那红方可能有可能会冰三进一 不再G2进四了 G2进四也可以 那你不进了我冰三进一 G2进四它G4进五 那我炮 炮六平四 它再出入进一 好 也是还能接受 有点像顺炮了 对 就接近顺炮 但红方等于是炮从中路移到了这里 对 然后变成炮六平四了 对 OK 这样你说的是不直接进过来 直接进过来 就逼迫红方定型 对 你平过来我再冲 但是这个先后次序 可能影响也不见得那么的大 但是给亲密朋友们普及一个 平过来之后 压过去平过来有充足的 这个棋 黑棋是不怕炮四进五的 现在是不怕 因为红方中路少补一手棋 就算补了像怕吗 补了像之后 比如说G1进一 比如说现在在象棋五 补像之后再G1进一 现在怕也不怕 还是考虑 但是总因为打的话 不会马上吃 对 马七进五炮也很危险 整体来说还是马三进五 比较简明一点 是吧 不给他炮四进五穿的机会 对 OK 这是环中炮之后呢 可能会形成的这么一种变化 其实这个环中炮 我看业余比赛里面很多选手 对 黑方从中路反击 但是现在呢 黑方职业骑手 更多采用的 还是拱足个跳马 就是把还是战线拉长 然后形成一个相对 双方发展 对柔和 发展空间比较大的 然后更助助骑行的那个 对 更助助功力的下反 对 然后实战呢 赵伟是选择了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G908 冰三进一 然后冰三进一 对 也有走兵七进一的下马 也有走兵七进一的下马 但是G1平二呢 可能黑方就要炮八进四 红黄冲冰 黑方在压马 这样节奏 对 如果你不吃的话 就要丢相 你不吃呢 将来就要被黑方杀一回头 那这个 所以 黑方便宜 对 走G1平二的话 相对来说 可能有点限制了 自己将来的这个发展的 但是还是有好多人喜欢 也有走兵七进一的 对 就这么人 那这个变化 对 将来有可能换掉 对 吃了 然后 在环中炮 红黄可能就要七空头了 马八进七 对 马八进七七空头 这也是一路变化 但是早年出现的比较多 是吧 再帮我们摆两步 打冰的话 黑方 红黄狙九平八 九平八 然后他控制他狙 不让他狙出来 但其实 对 你比如出狙 他进炮风度 我再抬 你也不可能 一直来回来去这么走 这样走的话 那就 而且 现在的职业比赛 你部署不够 二五回合红鞋还得变装 对对对 琴朋友们有这么一个规定 红方先手 怎么着 现在很多都是 十五还是 二十五回合以内 你如果是三次循环的话 你必须变 红方要变 还是要鼓励你去 积极进攻 积极进取 先手 那你这样 居一封不住的话 那实际上 红方也是有些风险 那不就不成立了吗 所以就不太理想 不太理想 对 天忆觉得这不太理想 那我们秦宝 我们下次记着 居一平二 你走的时候要考虑考虑 居一平二呢 就出现的比较少 更多的是出现的是 冰三进一和冰七进一 冰七进一 其实也有道理 冰七进一 活两个炮中间的马 对对 冰七进一呢 黑方可能就 各活一个马 红方跳马之后 黑方再跳边马 对 所以这路变化 近期出现的比较多 这样也比较局面了 对 红方有向三进五 向七进五 冰九进一 还有居一平二 这几路走法 黑的将来炮耳瓶四 炮耳瓶三 炮耳瓶四 居一进一 这都是针对红方不同的选择 黑方呢 来决定自己 有针对性的下法 对 其实我们其他朋友们 有的时候跟特大的区别 就是我自己摆自己的 我没针对性 我就摆成这样子 你走成什么 我都走成这样子 这就比较死板了 对 象棋的布局 其实就是从布局开始 双方就已经需要 开始针锋相对 对的 这是象棋 挺重要的一个理念 而且象棋 现代的发展 就是每一步棋 都要尽可能 去提高它的效率 对的 是的 这样我们摆回来 看实战吧 然后实战 红方是选择了 冰三进一 也是陆维涛 比较偏好的一路 这是陆维涛喜欢的 我在队里面看 他有下过 对 然后冰三进一 赵尾泡八瓶九 三不虎 然后红方走向七进五 这路一般来说呢 以往走马八进七 会比较多 对啊 向七进五 马八进七呢 黑方就挺足智路 你如果跑八进四呢 黑方在飞线 变成 这个是 有点像五八炮 但是六八炮 对 是吧 过攻炮之后 再八路炮伸进来 也有这么下的 对 大多是要打兵 然后出局 大多黑方有跳边马的 黑方 对 有边马在平四 炮二平三 威胁你七路马 对 也有走炮二平四 在跳正马 所以人家有的时候 这个马先拱七兵 是业余七手 都不愿意让你 这么足三进一顶住 所以有人会先 不仅三兵 先挺七兵 先挺七兵 对 先挺七兵 就是如果说 将来形成这个 马七进六 对 这么一个结构的话 红旗很舒服 会很爽 对 这个也是 故宫炮的 最真谛的那个形状 对 但是所以说 这个棋 我们回过头来看 黑方 所以都马二进一 如果马二进三的话 他就跳了 红旺就马七进六 对 马二进一你跳 他有一个炮二进三 打你 这个 现在还跳不起来 就不太容易实现 对 你再回来 他炮二进一点 对 他就白走一步 他白走一步 对 所以他都有互相制约的这么一个概念 对 那实战呢 红方走向七进五 向七进五 嗯 黑方走足三进一 足三进一 然后他跳马 他走马八进六 哎呀 天忆对这个马八进六咋评价啊 也有下的吗 对 所以一般到这个局面下 红方一般是需要走马八进六 飞的象就得这么跳了 对 飞七象 马八进六再居九平七 这是一个线路 对 然后另外呢 有可能炮八平七 再居九平八 他没有马八进九 居九平七的线路吗 马八进九 可能担心将来这个编马没根 可能会比如说 两个炮看着呢 就算没有象的根 他也危险吗 很危险吗 嗯 危险倒也谈不上 但他可能就是马跳到这里啊 将来比较灵活 比如川弓或者将来呢 炮退 炮平开之后马六进八 居出来之后马六进八 他不觉得在这儿委屈着吗 暂时会受点制约 但是他后面子弟开展 就不要这个马 比如说将来有可能的话 就马六进四 但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下棋的时候 有的时候不愿意 先把自己走委屈了 然后再慢慢调整 有的时候万一调不开吧 就挺别扭的 但是高手来说呢 比如说你马八进九 对 要是我选 容易定型 你就没有其他的这个选择的方向 对 所以你看女孩下棋也是这样 就相对直嘛 直来直去的啊 不像你们似的藏着 然后慢慢再跳 就还是比较含蓄吧 对 含蓄 男起手还是含蓄 对 跳马之后 炮平四了 红黑方是走向三进五 先飞得下 以往呢 一般走G8进四会比较多 G8进四 G8进四之后 红方G1平二要对 对 这肯定要对 G2平四 这肯定不会轻易交换 不是 不是对 在P2平四对 这理不理啊 不能理 如果打掉的话 黑方打过来 红方这个马呢 尴尬了 有一点尴尬 所以现在有走出现过 泡泡推二的走法 就是这个试不要了 给你吃 吃完了 我G9进一泡泡个六 对 如果吃了的话 吃上去 G9进一保住 保住之后呢 黑方虽然说吃了一个试 但它马有问题 但是这个结构不太舒服 但G2进七 它能G1进二 开上一会儿 但现在你这边怎么 怎么发展 怎么调 对 你跳马的话 就没有G1进二了 对吧 你直接G1进二呢 就G9平八了 对它G9平八在打G OK 你这个G4平三 还得把你跑感觉 现在的旗鼓都发展到 要上来十几步 其实就气势了是吗 气势 气势气象的大把战是吗 对 气势 当然说之前的对局中呢 黑方没有这么选择 就泡泡推二之后 没人这么走是吗 黑方也不是非得吃 黑方可以走别的 还可以补个事 等着你吃我 对 但你走别的 红方就泡泡平六了 就坨上了 那不就僵持在这呢 对 僵持 那有啥意思 但现在因为确实 现在棋发展到这个程度 对 开局更多的时候 还是先形成僵持 然后呢 等机会 然后呢 再徐途进取 等机会 上来这种大刀阔斧 直接双方开始对杀的这种局面 已经出现得比较少 所以有时候看队局 我还是看女子队局 其实挺过瘾的 你知道吗 对 其实女子比赛 很多棋就相对下来 就比较直接了到 对 直来直去的 对 我这目标特别明确 我就要干这事 干成了我赢了 干不成我就输了 对 从这个观赏性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现在男子职业棋手的 这个队局呢 其实更追求细节 对 更细腻 对 有的时候 我一看男子都喜欢看快棋 快棋的就那个 就有点接近那个棋风了 对 快棋就更容易对拼杀 是啊 是啊 这是 这个是这个黑方 居八进四的变化 实际上没有选拼 对 也是知道 红方肯定是有杯而来 所以他调整了一下 这个出子的设计 他先搁了像 像三进五 飞像 飞像看你怎么动 这个时候红方 不太可能再走十六进五 他会不会走 冰淇淋局有瓶气桌呢 冰淇淋直接送 现在代价太大了 因为你送的话他就吃 你出来他瓶 这个结构这个冲下去很危险 太疼了吧 那居七进三 看上了又太软了 看上了他就这边跳个马什么的 将来还可以出去 这拦不住的马三进四 感觉上被这竹子给弄住了 这个竹在这儿 红方很痛苦 跟一个刺儿似的 扎在那儿吧 而且红方后续子力跟不上 这个居出来还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然后你要直接出来 能跑平三或者什么东西 你也冲不出去 他不会让你冲出去的 你要先鞠九瓶气 他就等你冲 你什么时候冲他就什么时候炮二平三 什么时候勾 对 OK 所以这个棋对于红旗来说 他实战后来走的是 红旗这里应该走的是炮八平九 炮八平七炮八平九 炮八平九它是 其实我觉得炮八平七可能会出路更好一点 因为将来马六进八比较安全 你炮八平九再马六进八吧 这个马很容易遭到对方的攻击 他肯定是觉得不会让他去炮八 他不会马而进三跳 或者是你拦不住人家的马而进三跳 所以他没去炮八平七勾 炮八平七 当然炮八平九也是一个开局的思路 感觉两个选择 对 这个棋总是双方选择空间比较大 那琪米朋友们这盘对局带给您的是一盘比较柔性的散手棋 至于后面双方怎么来调整 红旗怎么把这个拐脚马很舒服的调整到位 我们接下来再看 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 琪米朋友们欢迎回来 棋局走到现在的情况非常胶着 红旗拐脚马跳的 我们一般的琪米朋友们很难接受 但是看看红旗怎么发展 我们也学一个新思路 现在红旗炮八平九 平炮准备出局 走到这个局面 黑旗的右翼子里怎么出的呢 他实战是 黑旗走炮二平四 打马 这是个先手 这只有看了吧 对 这个时候红旗如果马六进八就体验 那黑旗马二进三 下部局一平二 红旗这个马背确实就比较尴尬 所以他当时要是走这个就不是先手 对 所以炮八平七 炮八平七呢 狗立比 相对来说 对 将来马六进八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那你狗怎么出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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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击进一呀 可以不着急出 炮八平七 马六进八 冰击进一 先把马出来 先把马 狗再看 狗再看 行吧 那现在狗一进一 黑方走狗八进四 狗八进四 黄方狗居 acab Ji 黑方马二进三 红方狗五 环刀 九 SEO itations 其实这时候双方还是顶死仿 Prayer 目前还是一个纠缠局面 它要是狗一拼二对狗呢 という 一个封闭式的 狗一拼二对狗反而 红方 他怕冰九金一了吧 他怕炮九金四 对掉再看的话 他马六进八也可以打 马六进八出来 将来你这个狙掉不过来 他下部冰淇淋 你这个狙就凭这了 我这个狙将来 甚至有可能马跳过来之后 再狙一瓶八过 你一定能达到冰七金一 足三金一马八金七的目的吗 因为现在跳下来之后 下部马上掉冰淇淋 他还可以不理你呢 冰淇淋你不理 我也可以拱过来再跳 就无论说先把马定在 这个相间那个位置 红旗就应该说就比较满意 他不会千方百计的 什么炮九推一往这边过吗 那来不及 来不及啊 你确定啊 好吧 所以说狙一瓶 黑旗也是保留这个狙 四季将来威胁你这个怪交马 你如果马六进八的话 这个旗我特别不愿意走的 就是足七金一 被人家跳上去 足七金一对现在拱呢 其实当然也可以先补一个等着 但是补一个就没有炮 我老觉得这个旗老可能炮九推一 没有这四路 他有推一其实意义不大 一点都没这四路 对 那黑方充足呢 红方就马六进四 我就觉得特别不愿意让他这么 明明他想这样 我还顶着他啥 对其实马六进四和马六进八相对来说 他肯定愿意往这儿 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 我觉得从黑方的角度来讲 马六进四对黑方的威胁要更小一点 你觉得往这边更宽敞 空间更大是吗 对因为这个马跳到这个位置 他一个要扑进来 另外一个子力在这边 结构比较厉害 压力会大一些 对 但是我总觉得 就你现在是这么说 我是觉得黑棋会千方百计的 不会让你那么轻松的对到那个 我是这么想的 反正要是我 我不会轻易地足三进一让你跳上去的 对 确实就是这个棋呢 它比较 方向比较多 对比较宽 然后临场你很难把握 就找到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 因为它都是发生在很多回合之后的事情 你很难判断 对看结果 结果你赢了就有利了 当时战的黑方走十四进五 那这个时候 红方是走了一个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 其实呢 我感觉还是走兵七进一 可能对黑方的运气要大一点 特别想走这兵七进一 对因为现在黑方这个结构 其实这边很安全 就是这个三路马呢 稍微要薄弱一点 OK 如果碰冰 它如果拱过去 你踩上来就很舒服 对啊 就对不小 那就是拱过去踩上来 但你如果吃呢 那这个马呢就要受攻 所以我说刚才要对个鞠嘛 你不能让这巡回鞠 老在这儿杠着 但对鞠的话 你这边太空了 是啊 对吧 他打边兵 鞠一瓶八就过来了 对 所以我这种棋 真的挺难的我觉得 是 红方马三进四呢 当然说也起到了 那个出子的作用 但是给黑方马七进六 这样顶上来之后啊 他老有炮九平六收 对 前景不太明显 等于被撞死了 对 将来有可能 遭到对方的这个威胁 那红方实战是走的 鞠一瓶三 鞠一瓶三 他马三进四 肯定是想鞠一瓶三出来 但是呢黑方拱掉 你现在鞠鞠 对 如果马踩的话 马踩把鞠挡住了 他锯八平七了 他其实都不用顶 他直接收炮 你这个也 你没有地方跳 没有路 对吧 所以我说 所以你说这个马 这个马从这边的线路不明显 其实对黑方威胁不大 听明白 黑方这么一个结构很舒服 他刷到背面去了 对对 就黑方 就是只要这个炮往这顶 这个马是可以把你这个 相间马控制住 OK 你往这跳是没有用 将来随时打你 所以亲密方注意 这马的动向 好像往空的地方 往正面去 好像发展空间更大 这边的空间明显要大一些 OK 听懂了 然后炮九平六之后 红方十四进 其实这个骑 或多或少 这边也没有什么闪机 闪不到东西 对 反而是自己这个马被吊住之后 容易遭到黑方的攻击 对 人家盯住你了 你各种闪都没有 还容易被换 大不了人家就换了 对 所以现在黑方就采取行动了 炮四进三 对啊 打你 这招他可能没看见 这一步骑 确实突然 有点突然袭击 对不对 我摆起步的时候 我看他这炮四进三 怎么戳这么一招 就红方就很尴尬 对 你这个马如果回 他有一个宋足 对啊 他有一个踩双鞠 对 下部要踩中兵 就是啊 你不能吃 这算冷手了吧 有点冷 有点冷 而且红方当时也是 带你不回 你拘不能竖着走 是啊 他把你打了呀 所以被逼无奈 红方只有走拘三平一 然后人拘八退一 换人走得挺清零 其实这个棋呢 黑方拘八退一之外呢 其实减平一点 可以打 打了 对对对 打了也行 但黑方退拘呢 也不是不行啊 就这样交换完 这马也挺面的 对 这下部要陈底江 然后呢 下部或者拘一平四 拘一平四 拘四进六点进去 不 你就觉得 黑的这棋子都用上了 红的这些棋子吧 都没太用上 就是红方 黑方这个马炮的结构 非常的扎实 而且这炮还有用 而且这个出击点进去 红方这个马 就算你跳到相间 也造不上威胁 现在没脚了 对 就是 这个马也位置不佳 我也看了也换了 我觉得换了也还能接受 换了的话 应该是黑方 满意了 比较稳当了 可以占到一些主动 反现了 那退居呢 也不无不可 那这个我相信 林场来说 黑方已经产生了一些 优势意识 觉得这个棋子 我退居 我有希望了 你必须要退马 那我 他看到了足三级 占到了一个 应该说占便宜了 通过这个局部 那个局位 看起来很危险 最主要是这招去占便宜了 对 然后呢 他走聚八进三 想继续扩大战果 准备将来吃中兵 或者有可能压马 什么的 那红方呢 那居然吃起来 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是不是先 他没先送一个吧 黑方现在送的 现在送的 但是呢 可能是林场呢 出现了一些 就是优势意识过强 以为自己呢 可能充足 通过一系列战术打击呢 可以扩大优势 我觉得有点像你那个 之前讲的奶盘棋 冰就不要了 有点忧患意识 冰就气了 我觉得够赢了 然后突然回过头来 又觉得是不是有点 算了 应该不气的那种 因为这个兵气的 确实有点大 对 那么大个粗就气了 一定会有气 没气就太损了 对 当时他的设计呢 是充足 然后吃掉 我退炮 打你狙 腾挪一下 你狙让开 我踩中兵 OK 但实际上呢 对方很简单的 可以狙一推一 然后再马三进四 我们先来看 这个棋 应该是简明一点 狙吃兵 这么狙吃兵 那不是马四进三 你随便 你闪的话 我就狙让开 你随便提 就是我刚才 这个马位置特别好 这个马靠这个结构 狙一屏我打你死狙了 OK 所以你这边先这么放着 你这个狙在背面 对 红方也没有什么好的 就是他这籽都连着呢 对 互相连 然后将来又可以打狙 对啊 把你狙反正放在边角 逼到边角 就这籽太核心了 感觉上来 黑方也是好一些 当然说也没有说达到那种 优势很大的那种程度 但是必定吃个大中卒啊 但是送兵的代价太大了 送掉之后 红方呢 这个时候的狙一退一 其实他更好的做法 是走马三进四 连中兵都不给你踩 对 我也看到了 狙一退一呢 踩掉之后 再马三进四 也可以 也可以 然后呢 黑方这时候狙八平六 应该是最后的这个代招 如果踩了呢 后边的变化 应该说 马三 如果你马三退五 他踩你中兵 也是红方占右 多个骑兵 多个编兵 对 这个不可能交换 你还得马五进六 赢得了吗 但你马五进六 他这个马就连回去 你再狙一拼二 狙一拼二 但反正你先少两个兵 你先少两个兵 对 但是他应该这么下 对 他应该这么下 或者说他马三进一吃 马三进有点偏 你如果浸泡 反正他下不狙一拼二 就没事了 那他打你 你打我就狙一拼二 先接后续 你打了 我就狙二进六 你进一步我抓回来 打下 这样的话呢 黑方至少物质上不亏 而且阵型也比较扎实 应该说 红方先手也不算很大 想突破反正也得费点劲 虽然也不多兵啊 平兵 对 两个对两个 但是黑方这里呢 还是想继续跟红方纠缠 他想有点站 对 但G8平六呢 正好走到了 红方这个包围圈里边 红方这样泡流进一 他也没看见人 泡流进一的冷手 对 这打就坏了 对 后来我想了 两个冷手 一人走一个 最后红的先走上了 对 等于是黑方 没看见 肯定是没 错在后 并且这个错误呢 现在比较致命 错在后 我们是讲究是那个 错误要往 越小越好 对 然后谁最后犯的错误 谁致命 对 然后现在红方马持 拘持 拘其线压住 黑方拘一平四 这都是关子 泡九平六 这不好动 这样就已经黑方 子力层层被红方吊住了 对的 然后好像是走马三退一 马就退四 然后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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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一占便宜了 然后他一 对黑方也是很难再去继续支撑 是吧 黑方就投资人负了 那我们整个联赛呢 这么历程过来 从四川队夺冠 杭州队夺了亚军 然后接下来内蒙古 广东第三 河南第四 河南第四 然后内蒙古北京 一个前六名的战绩 天一你这整个联赛下来 觉得疲惫吗 这一年向讲 因为持续了有大半年的时间 确实从常规赛 到继续赛 一直争夺的都比较激烈 不光是团体的争夺 从个人名次争夺 我跟郑维彤 今年也是一直 积分咬得比较紧 是啊 一直到重规赛 最后两轮也是 对 就是说大家发挥的都不错 胜率都比较高 有时候区分 我看你追我赶的那个劲儿 还真是挺足的 差距只在一盘棋 所以说全年下来 再加上团队要争取好成绩 还是多少 给你什么任务没有 相应的肯定 肩负责任会大一些 是吧 然后亲密朋友们也比较关心 大纪年底还有个人赛 还有邀请赛等等比赛 你有什么展望吗 年底确实有几个 比较重要的比赛 从个人锦标赛 到碧骨圆碑 应该都是往年比较 应该说是重头戏吧 是吧 自己也是希望能 调整好状态 尽可能的发挥的好一点 是吧 那在相亲世界的节目里 我也代表 喜欢你的广大的奇迷吧 祝你在年底的比赛 甚至明年乃至以后的比赛 成绩越来越好 然后带给我们奇迷 更多的精彩 带给我们奇迷更多的惊喜 好 谢谢 感谢天一来到我们的相亲世界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 嗯 嗯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